最后转播副达人用尽力气 呐喊中华队胜利之后 贪软在儿子怀里 而过去为中华队 征战大小战役的郭太元 也成了他最念念不忘的棒球好手 用最后力量喊出过去转播 体育赛事经典名言 展现对体育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棒球篮球交错转播 让干儿子李树全在一旁 听得热血沸腾频频喊叶 四马一地平来得好快啊快步 右边四十五度叫香蓝茶饭的分 还有呢 姚明在三楼投篮小个子够不到 望求星探啊 七号晚间在瑞士安乐寺机构 安享离世 下星期家人就会把副达人骨灰 带回台湾安葬在基督教平安园 体坛老兵最后播报影像 将涌流世人心中 接着单场从温文轩台北报道